北夜我覺得我們現在有一件比較重要的想法 想要聽聽安息 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很大的變化 我們是做數位醫療 那現在數位醫療我們的做法跟一般不一樣 我們把線下做好 因為以前關鍵的東西就是 我以特斯拉的例子來講 因為以前一直以為電動車是一台車子 按能源系統換成電池就結束了 結果後來Elon Musk他發現不是這樣 因為後來他搞了三年以後 一直沒有做起來 就是最近他弄清楚了 他叫SpaceX那個團隊重新設計了傳送系 那這個傳送系統讓他的電車車 一下子他的cost 下降 可以大量的銷售 那我們在數位醫療的時候 我們已經過去觀察的狀態 在我三年前開始創立這個系統的時候 我們也是發現到 大家都以為是 像洪涵愛也想做 就是一個小診所 放那個阿怎麼樣 弄不起來 那原因是因為 他也是一個全新的系統 所以他是一個系統 他是一個Solution 他是一個Service 而且他需要很強的IT系統 所以我們要先把線下 像我線下做的是 整個三百多瓶的 系統完備的診所 那這個綜合型的診所 是 呃 當年衛護部也是特批 特批的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 要把台灣的醫療系統 從 Cross System 變成Open System 我們有線下 有線上 就是忠孝心路的那個 對對 然後讓所有的醫生跟護士 跟護士 跟護士人員 可以跟病人 在線上完成的事情 對 有必要到線下的時候 對 再到線下去處理 所以線下的部分 可能會只有20%多 對 那前面預約嘛 然後後面報告 檢驗報告啊這些 是這我在愛理解你們的邏輯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 就是我們的醫療的 我是李向凱 是 他叫李耀凱 是 他是台大之工的博士 是 我們已經把Polotide做出來 是 然後 我們現在的想法 就是 是實際有人在用 還是這是目前是 Polotide Polotide 對 那我們現在希望說 透過國家的寫書 或您的意見 我們想把它自己用 欸 你的葉俊宜佩路 他不要找我 葉俊宜 因為齁 我們現在一個最大的關鍵點 對 以前的病例 都是 以醫院為中心 以醫生為中心 那所以隆董的病例 跟台大病例 不會融合的 我明白 那我們現在想的是 以病人為中心 就是我們一個人一個號碼 對啊 病例集中起來管理 那我們可以收一點點連費 然後他就有很多優勢 因為不是只有病例 還有他的健康資料 對啊 就戴著手環啊什麼 不知道就類似健康存折 對 對對對 但是他就坐在這裡 是 然後我們會給他很多的 一些 好的東西文章 他要珍藏的 最關鍵的是這個 對 可以自己成立你的醫療團隊 是的 我的好醫生 我全部透過我們的平台 結合以後 他們在這上面 就不分他在哪些實體的位置 對 我們可以服務美國 美國的僑胞 也可以服務大國 所以 這個案子 最關鍵點是 兩個目的 因為我今天 早上是去 養個老師 一個我們台大的 邀士偉老師 去跟他談 病例的區塊鏈跟交換 他說可以做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去請教 我們台大的那個 現在社會院院長 王宏仁教授 我就問他說 總體經濟上的 這個部分 對國家的經濟 有沒有上升的影響 他說有 這是第一個 就是 健保會盛情 第二個 最大最大 這是我們台灣 如果 以後要發展 國際醫療的 關鍵 不過 你剛剛說 病例要交換是要跟血交換嗎 你說透過區塊鏈什麼交換 我們的病例 像我現在的病例 如果提升在我這個系統裡面的時候 我們這個病人 他選擇的醫生 是榮總的醫生 他的病例不是從 榮總調皮 是從我們這邊調皮 請繼續 然後 我們這種交換的工作 可能會經過一些 一些方式 就是我們 像我是一個病人 我去醫院看病 因為我們這個系統 跟榮總有簽約 跟台大有簽約 所以他就把他的病例 他的部分 就是轉移更給我們 儲存在我們的系統 但這跟區塊鏈有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的病例是 放在區塊鏈上 其實最主要是 區塊鏈它本身是屬於 像Centralized 第二個它是Security 第三個它是不會有特定人的身份 我們它是用金藥的概念 去做二層的Security 所以你放在哪裏 但區塊鏈上的話 對對對 我們的話基本上 合眾不是只有一個診所 未來它是聯盟診所 對 所有的聯盟診所 參與進來的人 他都可以在這個區塊鏈上 要接觸到這個病人的病例資料 但是假設你的醫生是屬於 Mobilize 的醫生 可能只是想要加入這個 network 但是他並沒有診所 參與這邊的話 那這個資料就必須要 病人authorize 它去 給這個醫生 他才能夠接觸 所以病人等於用他自己的病例資料 這是我們的概念 然後每一個診所 用他自己的病例資料 但是他們會 就聯盟診所 會把他們的病例資料放在這上面 可是這個還不是最主要的 因為其實我大哥的想法是 它顛覆所有過去的醫療流程 最重要的是一個 醫病的溝通關係 跟醫療流程的改變 舉例來說 我們也做一些研究 比如說 在美國有一個 open notes 的組織 他們做一個全美國的一個 space 他發現有50%的病人 回家以後 他有忘掉了 醫生跟他講的50%的話 就醫主啦 對 類似醫主啦 對對對 所以他們才會去推 這個所謂 open notes 就是 doctor's notes 要 open 因為其實最 valuable 對我們病人來說 醫生寫在那個 那個病例 病例系統 就是醫院的病例系統 或者診所病例系統 其實就跟我們以前在做企業一樣 大部分都是為了帳戶使用 跟一些專業醫師交流 對醫師的溝通 對 不是對病人的溝通 對醫師 所以這一點的話 是一個醫病關係的改善 第二個就是醫療流程的改變 對 有很多醫療流程 我們都是病 而醫生在還沒看到病人之前 其實 know nothing 他沒有先研究這個病人的病 我該怎麼 treatment 是該先做一些什麼事 before我真的 face to face去見的時候 對 而且這個病人離開之後 我是不是有些什麼樣的提醒 其實可以直接 type給病人 讓他知道 注意一些醫療的資訊 那這些都統合在我哥哥的思維裡面 所以我們這邊會有所謂的 今日醫療焦點 讓醫師隨時再來看病的時候 當病人一進來 會先有一個所謂的 症狀的主述 症狀主述不是到醫病診間才開始講 他在預約的時候就要先講 然後運用AI的技術之後 他會 suggest 醫生一些 更多的 information 你說講這座醫師 我對著手機開始講話 對對對 你說那個病人嗎 對 病人的話我覺得 用手機講的未來是可以 但是現在一定是先不要 所以不是用選的 先選的 對 那這個AI他要用什麼東西做訓練 你說用AI去訓練 這個其實都已經 現存的技術都有 做得好跟不好而已 這個叫做 叫做 Health Checker Symptot Checker 這個其實都存在 只是做好或不好 沒有中文化的差異而已 那在英文的話都已經存在 那我們現在的想法是講 我們就做一個最好的integrator 對 我們將所有一個好的technology element 去integrate到我們的醫療流程上 去改善我們的醫病關係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讓病人信任診所的醫療 這樣才能落實我們衛福部的所謂的分級醫療 這問題解 對 因為大部分的分級醫療其實它的難處都是在 很多的病人其實只相信大醫院的醫生 因為他到診所去 我是不曉得 我自己去診所了 就是那個診所醫生他能開的藥跟能做的檢驗 更願意跟我講的話其實並不會比醫院的醫生多 但是他開的藥用也大概都是那一些 但我想說假設能夠增進這種病人的性能關係 我想是可以改變病人的就醫習慣 更重要一點就是病人他可以on他自己 也不能講on 就是對於我自己的病例資料 我可以有掌控權 我覺得這個病人對於他未來看醫生 他會覺得我提供是最完整的 所以對於加盟你們系統的醫院 他的病人等於第一個他病 醫院裡面自己的病例管理系統就沒有了 就用你們的 這個按照法定他一定是他自己的病例 是他病例上的 那他是有一份副本 對對對 那你們這邊病人當然可以看 那然後病人當然也可以把他分享給其他的醫師 假如他想要的話 他可以甚至實效 對 對 那但是醫院這邊的這一份 仍然是存在醫院裡面 對 這是LEVAL的 消失 然後那我如果是加入的醫院 那我的誘因就是兩個 一個病人會更信任我 因為他可以預先給我一些資訊 可以看到我去回答他 醫院整個留下台出一些醫護花 那第二個是說 那我這邊如果有什麼想要通知病人的 那我也可以就是不需要一個一個去加賣 我也可以在你們的 對 病人他有 有些想要詢問的 他也隨時有醫生他可以去Access 那這樣我了解 對對對 那這就是繞著病例的一個 類似 沟通的一個網路 對 但是我們著重的是在診所這一層上面 然後Specialist 應該就會在那種大醫院裡面 他是個人的 OK 所以你們現在就是需要更多診所加入 是這個情況嗎 呃 他不是 我們幾個關鍵點 就是您剛剛也提到 因為 因為台大的原所 對 現在正在做這個 是 就是那個 自然輸入 對 那他們一提到這個 就對了 因為 我病人帶一個手機到診所去看病 對 我從這邊輸入了 嗯 病人從那醫生從另外一邊輸入了 嗯 其實他這樣兩個是可以接的 是 因為這個很大的關鍵點就是 我們現在醫院所紀錄的病毒 病例還是跟衛福部申請健保的病例 是醫生跟醫生之間的溝通 他病人是看不懂 是 所以病人要有他自己的東西的話 醫生會另外跟他講一套東西 那個是他最關鍵的 是 所以 第二個就是 醫院的病例根據法律規定 只能保存7年 是 所以 理想剛才是你一出生 你所有的東西都 嗯 因為你的技術進步了 你全部都留在這裡 嗯 也許你今天要出 到美國去 到中國去做生意 你隨時你的病例其實是 隨時帶得走 我有聽懂啊 嗯 那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 因為我們 是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也希望說 政府 有機會的話 如果這符合政府的政策 也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發現一個問題 因為 前兩天 我看到有李吉仁教授 一篇 論文啊 他說我們台灣 現在最糟糕的是 還是製造業的思維 嗯 也許他朋友是吧 我們今天不是 我們當然 所以我來找你啊 四個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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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tware Service System Solution 這個東西 我們在外面也碰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常常去找一些人 合作啊 創新啊 他們對這一塊 不是很清楚 他也不知道 正以後要在這上面的 有沒有這個推動力 嗯 所以我們才 早上去台大的時候 就是 請教了 他們電視所的老師 對 還有經濟系的社科院的院長 是 王 王教授 他們講說 這個就是 我們要解決這個 這個 以後 不只是台灣的醫療 能夠把健保科用下降的 一個key 第二個就是我們 以後能不能夠upgrade 這個整個 變成一個醫療專業的 嗯 一個 一個國家 嗯 因為變成國際醫療 是 但是我們缺了很多很多的 技術 嗯 我們缺了很多很多的 政策上的 一些指引 嗯 所以我們來這邊請 來請教一下那個 委員 今天 不過具體你們需要什麼 因為聽起來你們 這套只要政府的醫師跟病人同意 他是獨立於健保制度以外的一套市場 甚至你用區塊鏈在你所有的診所中間 架這樣子一種 空訊系統 那也是他們院長答應就可以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需要政府做什麼嗎 欸 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會不會是我們這一次 六大核心的 其中的 要推動的項目 我不確定 你所謂六大核心 就是具體是在說什麼 我們在 偏鄉的醫療上面 對 確實因為現在要把五局導入 對對對 所以健康跟教育一定是最重要的兩個 因為這兩個在台灣 我們一向就有一個很強的傳統 就是說 不要因為你在台灣的不同的地方 而你享受不到教育跟健康的這兩個服務 所以這個當然是重點 就是沒有那麼好講 那我們的遠距醫療的法規命令 其實都已經有修法 那在同樣的偏鄉跟國際這兩個是很明確的 當然後來還包含在聚家建議等等 在那個情況下 那現在不只是醫師嗎 連心理師什麼 都可以去遠距的去做諮商 所以 除非是說 當然你們現在如果在法律上 沒有碰到什麼問題 這當然也許 我可以幫忙解釋 或甚至幫忙去討論有沒有 鬆忙的空間 但是從我們上次就是遠距醫療 包含心理師的部分都已經開放的情況下 理論上這個就是 現在就是業者自己去找他 怎麼樣去滿足偏鄉這邊的需求 那偏向這邊我們當然會有一些 就是發展的一些基金 好比像說科法基金等等 去看說有沒有誰滿足這樣子的需求 那我們就是起一個研究案 建制案等等 那不過這個其實你捍衛福部的 就是遠距醫療跟遠距資上的這些 或者你到中期初的 有一個叫做沙盒 Sandbox的這個網站上面 大概都會看到一些相關的訊息 所以我不是很確定說 就是我具體可以幫到你們 這個特定的感覺 也不是這個抽象的產業 什麼東西 特定的 我們就是想要參與 政府如果有這樣的研究方案的話 我們很想參與這部分的研究方案 了解了解 我們就是每年都會有一個總統盃的黑客松 那就是透過總統盃黑客松的網站 把剛剛講的這些對大家好的這些想法 就是匯集在一起 所以像剛剛講到這個道院前 政治道院後的追蹤 醫院跟醫院之間的互動等等 那我其實前天才去高雄 那昨天才在高一 跟那個陳昭文醫師高一的 就是應該是急診部的主任吧 他有一個叫做救急救難的贊通 那他的那個做法 其實就是透過總統盃黑客松 去把當時八一氣爆的時候 就是他在救護車上面 那大家都不知道說哪一家醫院 這個應該去哪一家醫院 還有量能哪一家醫院的這些東西 而他到院前其實從醫生角度來 他完全不知道這個個案的情況 雖然救護車上面有他全部的這些生命真相 等待他沒有辦法重複到醫院來 那事後他也很難再去追那個個案到哪裡去了 因為每一個部分就是急救的部分 跟這個醫院分到可能就是外傷或者心臟神經可能的 這些都是分開的系統 而且可能跨院嘛 所以他們也看到一個類似你們看到這個狀況 不過主要是在急重症 急重症 對去看 所以他們確實現在有一筆科法基金 專門就是讓他們先解決類似 像屏東後送到高雄 中間他到底會經過哪些部分 然後把消防人員的急救人員的等等 跟所有診所跟醫院的這些系統 都能夠做有位列牌去把它連結 那這樣的話 他其實也是類似遠距醫療 但是很可能是在地的診所的醫師 在大醫院的醫師的同步之下 然後他們交換這種就是病人的病例資料 然後大醫院這個去說 你在地可以做什麼處置 做完之後再後送來我這邊 或者是不用後送來我這邊了 那這個在離島的情況也是很有用的 像之前他們常常會有直升機後送 像蘭嶼 那就是天氣不好也要後送 為什麼 因為在地的人不相信在地的診所 那如果在地的診所 那如果在地的診所能夠在就是 本島的專科醫師的協助之下 先做一部分的組織 不但他自己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而且他即使要後送 也可以是處置到一個程度 在後送 那這兩個都是之前風格 黑客松的隊伍 剛剛那個基站 叫做基專業站 離島的偏鄉的叫做 零時差隊 零時差隊 不是零時差隊 那這個是他們也有一百多個 包含原住民族的地方 現在不只是離島也包含原鄉 也有建制這樣子的一種 就是同步會成的系統 也跟你剛剛講那個 廈廈廈所是非常像的 對非常像 所以我想這些團隊 現在都如火如荼在開發中 所以如果就是你對這樣子 就加入他們的研究有興趣 或者是對他們的工作有興趣 大部分的網路上面都有 就是有公開的資料 可以了解 對那陳正文醫師的簡報 什麼那個也都是公開的 我也可以請 就是我們同仁之後提供給你們 我想這個當然是一個重點 對我就是很同意你剛剛講 所及時同步 就是說我們像5G的時候 我們會優先照顧那些 4G訊號入耳的地方 那些特別偏向的地方 就越偏向要越先進 因為這些地方同步或遠距才真的有利益 像我們在這邊隨便走路都是醫院的地方 說真的 你們這套系統的價值是相對比較有限的 因為他去一個大的醫院 其實那一家大醫院就可以處理一家大的分析 我們現在有一個案子正在跟台大合作 疫苗 就是我們現在其實疫苗 在台灣的疫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報費的量很大 是的 我們就是把它 我就是 因為那個點就是在整所 那個點不是在醫院 我理解 那我們現在就是跟台大希望 把這個系統做起來 那很棒 對 就是我們這個系統最大的關鍵點是 我們可以做很多 不是一個單點的 一個小小的服務 但是這個系統建立起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很多我們要做的事情 對 都往這個方向去思考 對 這應該是一個structure 一個system的問題 對啊 之前還有跟教育部 國教署學前署等等 他們也有 就是在中央黑客送有一個聯合提案 是 就是去把就是 教育人員這邊跟診所這一段 就是疫苗接種的資料去進行同步 是 那個也是很重要 我們就是 我們 因為我們跟委員報告 剛剛開始是一個大架構 對 那個大架構看起來是很多類似的 對啊 可是真正的最關鍵點 是我們可以做這一段 我們可以做像疫苗的整個的 對 從頭到尾的那個控管 對 萬一以後我們國家 規定每個人都要打那個 那個叫做 肺炎疫苗的話 那就非常清楚了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政府在這上面花很多錢 可是被包廢掉了一大堆 所以這個 這個是 我剛剛就是 這個是提出來 是這一塊 這很好啊 對 那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您剛剛提到的東西 我不曉得有沒有 誤解 因為我可能還沒有update 請說 那個遠距醫療 好像還有很多 嗯 政府沒有開放的 請說 像 開診斷書 是 開那個廚房間 嗯哼 廚房間怎麼樣去 到 這個 這個 廚房間我在 往上開了 遠距的 他怎麼樣到 那個叫什麼 那個那個 藥局去 去藥 那這個東西 我是 嗯 我不曉得現在政府開放到什麼 這個 這個事情 應該 應該是可以解決的 因為 因為 我的想像力 你今天 他有碰到兩個 第一個是診斷書的開 開 第二個是 藥師的給藥 對 這兩個法令一直都沒有開放 因為 你那麼多Uber 那麼多的 Panda Food 對 那些人可以幫我們送藥啊 我們的人 在 檢查 過程當中 那麼多 慢性病的病人 他的東西 他的資料 還需要現在 像現在這樣的操作模式 對 要他自己到 到 到診所或是醫院去拿藥 或者到藥局嗎 是 那 不過這個應該早就已經實作了吧 我們這次的那個居家檢疫 他們現在有很多醫院都可以 就是你視訊看診 看藥 甚至你居家檢疫 那樣不可能出門嗎 家屬或帶領人 在三天之內去那個 曼簽的那個 預約窗口 他用線上的 處方簽字 自動同步就拿到藥了 這個是現場的啊 這是已經有的系統 那是 那是這次疫情臨時做出來了 他法令沒有 沒有open 是這樣嗎 是法令沒有open 什麼叫給藥 我拿藥給他 我是違法的 是要一個藥師拿藥給他 那這個 給藥的這個動作 到底是 我給他的這個藥 還是有人見證之下 用視訊的方式 誒我藥給你了 第三人見證 事實上是這樣 他就可以成立了 這個 這個我 開立處方簽的部分 我蠻確定通訊 檢查資料辦法 裡面的那五類 都可以開處方簽 就只有五類啊 你還需要別的嗎 沒有 因為應該要全部開放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是這樣的話 對 我們的處方簽 我現在在台北的病人 對 他也可以看高雄的醫生 對對對 那他如果 密室要讓高雄醫生有更多病人 就是 不只 因為這是一種交換 我今天如果是台北的病人 我的醫生在台北 對 可是我到台南去出差 對 我還是要看病啊 對啊 那如果今天我回不來了 我跟台北醫師交通的話 我就在台南的藥局都沒有 對啊 理解 可是這個其實是 就是類似你已經跟他有過出診的關係 那這個出診的關係就是醫院病情的需要 好比像說他追蹤或者慢性病之類的 那這個是現在就已經有了 那就是說我們這五類裡面有兩個嘛 就是除了那種就是有實驗計畫的 像是醫師那個在說 那一個是追蹤治療嘛 就是說你已經住過院然後出院了 或者是說你是長照然後 事後要追蹤 這種時候你追蹤都可以就是 就是用遠區 那另外一個是你還沒有接受這個診療 但是你是境外病人 你沒有在健保體系裡面 所以這個你來以前 你就要先用視訊跟醫生去進行一個具醫療 就是後面的追蹤跟前面健保體系外 這是目前開放的範圍嘛 那你剛剛要開放的是除此之外全部的 就是說 所以我是本國的健保的對象 而且我也不是追蹤治療 我是想要出診 就跟一個我沒有見過的醫生打交討 對吧 那就是說這個 就是說在哪些科別比較適用 這個是我們現在正在實驗的 好比像說像心理就有可能 因為我說不定連房間都不敢出門 就是我目前在一個很不好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要去掛身心 或者是心理師等等的話 那他甚至跟我的出診 就是要說服我走出這個房間 那這個顯然就有必要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我根本不肯第一次去見他嘛 對那這個就是目前 像有個叫名醫的團隊 現在在做這種的實驗 就是說他每一個這個實驗 他大概都有一個正當性 就是說為什麼你連第一次出診都沒有法去 那這樣子我們才能夠來考慮說 在什麼情況下出診也要配方遠距 有一個關鍵點 他其實他的問題不是問題 對 他在遠距上面的東西只是告訴他 他的診斷是告訴他 對 你不用來看病 對 這反而是我們現在80%最大的問題 這就是說你希望醫生透過一些視訊 是 就告訴對方說你不用來了 但是你不用來看了 你可能在家裡附近 我給你一張簡單的廚房間 你可能是小問題 不需要到醫院 理解理解 那現在這一塊 我想可能 我個人的想法可能 可能是 目前可以證明確實有 很多病人是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像有一個月 上個月我們整個政府 看者的病患少了500萬 是 這個500萬以前是 他是到醫院去看病 不會聽懂 他也花了很多政府的錢 理解 所以這種就是不必要的看診 OK 所以我們在講的 既不是山地離島偏僻地區 因為那個本來就可以遠距醫療了 我們在講的也不是什麼 即興的後續追蹤 或者是國外的醫療進來 因為這個也都開通了 這都OK 我們在講的是說 你一開始有一些症狀 那這些症狀 其實你不用看醫生 你光是聽症狀 就知道說 你稍微去旁邊的藥匙 跟他拿一些藥就會解決了 來了也就是有點浪費 你介保資源 省關耗費 有點這種感覺 就是不用去醫院看 那你們有哪些特定的 就是徵後是像這樣子的 就是他的診斷是哪些 你覺得會比較有信心說 過科空就可以到水 我們其實 剛剛您提到的 對 是很關鍵 對 就是如果病人 他能夠從這邊輸入他的問題 對 他不但像現在用LINE的方式輸入 或是以後用視訊的方式 他做完以後 醫生直接在上面跟他interview 對 就會告訴他 你這個情況 是不需要去看醫院 對 那這樣的話 他可以用 他也可以給他一些LINE 對 那這樣的話就解決他現在的問題 對,但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講的是 這個是 他一定是 我隨便亂講 好比像說是小感冒 連流感都不是 是這個程度嗎 還是說 他是心陰性的 他覺得自己有病 他其實沒有 是怎麼樣的情況下 你們的醫生會 很有信心的告訴對方 你不用來 連檢查都不用做 因為有些的 有些的 是在醫學上都沒有的東西 所以很多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 病人認為的不舒適 對 跟醫師認為的病 他中間有game 對 那這也是造成現在健保浪費的最主要原因 對 那為什麼這個病人會 我這家 我現在有不舒服 我立刻去看這家公司 對 這家診所 然後他覺得醫生跟他檢視的不好 他又跑到第二家 第二家又跑到第三家 那就剛剛 藥台講的 因為沒有一次 給他比較足夠的時間做討論 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 醫院的醫院 醫院或診所的醫生 其實是很忙碌的 你一進來跟我講一大堆的東西 其實我不想聽 對 可是 有些醫生 他願意跟這些病人做interview 比如說這是他的 Member 那就不一樣了 那他就告訴他說 欸 某某病人 你這次的問題 你不用太擔心 我看是小毛病 但是他前面 他必須要是他的Member去 就是類似一個行動加益服務 就是說 他做一個加益科醫師 需要做的事情 那當他跟你說 你真的沒病的時候 你會信任他 會信任他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 對 那個你需要 就是好像Private doctor一樣 他就 我跟你 我們有參與這個 這個 那我就 我的病例在你這邊 因為你把我review過 所以我相信你講的話 對 如果你今天 在一個網路上說 我線上醫生 我也沒看過你的病例 我只是 啊 那 所以你們有跟 就是加益科的醫師討論過嗎 因為這聽起來就是他們的事情 我們有 我們現在整個就是 有五個 一般科 對 我們就是把這個 我剛剛跟你講的就是 從零開始 把全部的東西重新改造 是 那我們把醫生變成 執行面的醫生 跟治療面的醫生 是分開的 ok 因為你會有很多醫師 他必須要跟醫師討論 那這就像什麼 現在餐廳裡面 炒菜的廚師 跟說菜的廚師 可能是兩種不同的 我有聽懂 好 所以我整理一下我聽到 就是說 你會希望說 在我們所有的這些 遠距已經開的之外 再開一個 說不定是專門給加益科的 或者是給加益服務的 不要說加益科 加益服務的 那這個加益服務的 它主要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說 去確保個案 他不用去大醫院 他可以一直跟同樣的 這個加益的醫師累積信任 這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他有一種 不必要消耗健保資源的情況 這個加益醫師可以讓他安心 以至於他一開始 什麼都不用做 或甚至就是去旁邊的藥局 你稍微拿個藥 就可以自己解決大部分的問題 對 就是一個遠距的加益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蠻有意思的 那你們其實任何醫療機構 都可以提一個 那個通訊診療實施計畫 所以你找一個加益的診所 提議計畫就好了 你們提了嗎 我們不知道要提這個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政府一直在辦一件東西 叫做家庭醫師照護制度 一直沒有成功 因為我去跟衛福部談的時候 他聽到嚇一跳 我說一個診所一個醫師可以 照顧兩千個病人 沒有五個醫師 我們可以照顧一萬多 我們一個案子都五百個病人 就不得了 我說不是 因為他沒有這個系統 對 他主要的問題是他沒有這個系統 他病例沒有集中 所以他的醫生不能去review他的病例 OK 所以 不過當然病例同步 他是一個技術上的需求 主要還是他信不信任這一套 對 那所以 好 那所以 因為其實剛剛的那五款裡面 有一款專門就是給嘉義的 就是 衛生機關有關家庭醫師整合性照顧法令規定之病人 因病情需要家庭醫師診療 這個是 已經是通訊療辦法開放的五項之一 所以 就是說 我剛剛在講的是說 如果你要擴充到嘉義以外 就嘉義要開別科的 開別科的專科醫師這樣子連線等等 那這個當然是 就是 比較複雜的情況 但是 如果純粹就是 就是 就是因病情需要嘉義診療的話 那你就直接依剛剛的那個 通訊檢查辦法的第三款 然後就寫一個通訊診療實施計畫 那裡面寫你的方式對象期間機構 資安措施 那就報到衛生局 尤其如果你合作的全是嘉義的話 那你就這個嘉義先提這樣一個計畫 那他們就會審 審了你就可以取得他的同意就開始通訊了 這個並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衛福部只有這個政策的目的 去推廣嘉義的制度 我剛剛本來以為說你上面都是專科醫師 但是聽起來如果是以嘉義為主 那這樣你們本來就已經符合這個實施計畫的一個範圍 我們的第二層就是Specialist 這我理解 但是那是他真的出狀況 那你剛剛給我的情境是說他沒有狀況 我知道 他沒有狀況當然不需要Specialist 對 有可能他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人 跟美國對Specialist的感覺是一樣 他認為他的心臟科醫師是他的嘉義科醫師 對啦我理解 我的想法是他有一個 他變成他自己在建立他自己的團隊 他個人 我認識 我喜歡台大醫院的這個王醫師 當我的心臟科醫師 我也喜歡台大醫院的 他如果在這上面的話 可能會有很多人告訴他 你這些問題都不用看病 因為我們台灣的醫療太方便了 其實台灣的醫療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病人他覺得頭痛 他一定去看神經科醫師 他如果肚子痛他是看腸胃科 然後他有下腹部疼痛 他就說我會去看腹腸科 其實很多醫師他是有能力在線上 直接告訴他說 你不用擔心 這我有聽懂 這其實是類似醫療群的概念 是 那目前應該是已經有一些這些醫療群了吧 就是大概應該是有400多個 在2016年就有400多個 現在應該有繼續成長 那所以整合照護計畫裡面的這些家醫團隊 你如果要用通訊診療的話 尤其你們現在已經有通訊診療的一些相關技術 我覺得你就直接鼓勵在這個醫療群裡面的去提 剛剛的那個計畫 可是就我說那些醫療群 不是都是專注在那些 就是慢性病啊什麼 以前有個範圍的樣子 我記得那個醫療群是有範圍的限制 聽說 我們合眾診所 跟台大申檢兩次都進不去 是嗎 因為他有一個focus 因為不是不是 這個東西我們要講非常實在的話 很難說 因為補助是不能外流 OK了解 那我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變成又陷入另外一個 我們 我剛剛跟您講說如果我要做這個東西 我第一個要法律支持說我可以做 當然沒有違法 對第二個 如果政府有這些制度真的想要推動 而且要成功的話 對 我們也想要跟政府合作一些案子 我有聽懂啊 我有聽懂 那因為現在我們的狀況就是發生了 第一個 就是這些 如果我從這個地方進去的話 其實你可以發現 這點你可以調查一下 所有的這些計畫系統 目前都沒有成功的 你說這一堆嗎 就是目前嘉義整個照顧計畫 是是是是 在台北市所有這些 沒有一個成功的 我們也沒辦法加入 因為他就是幾個人找一找到一起 那我們現在 我們當初跟健保局講說 他說你也可以自己成立一個 是是 我下一句話就這個 對 問題就在這裡 沒有法律沒有制度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去跟他們談 因為我發現的問題是 健保局想要解決這事 但是當事人是誰 就是你要有個窗口在做這個事 我們從頭問到委員 連都問到署長了 這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國章署長 對 因為他可能要管理的事情太多 所以我們可能要 真正的要跟 能夠整合這個事情的健保署的人 OK 因為我們的觀念很簡單 你把這個補助費用 對不對 化成病人的這個 Member fee 他就連錢都不用花了 他什麼東西都在這上面做 可是他們就是 哎呀這個又 又要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就是 等於說是無從下手 他們每個人都認為很好 我們也被邀請到健保署去開會 我一跟他講說 我們可能要幾萬人在這上面 或是 我現在就三萬個 對 我們現在有三萬個是因為 我們來自於企業 對 因為勞動部 勞動部也有資源的 勞動部 現在今年開始規定 一百人到一百九九人的公司 對 公司要 要做企業的 零場一戶服務 知道啊 哇那又一筆錢出來 我們就是 意思就是這樣 嗯 那現在就是企業跟我們合 簽約嘛 企業付了錢 對 那如果健保署 他也想要做這個值 嗯 就三萬多人 對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一個非常好的整合計劃 OK 所以我現在不是很聽得懂的意思是說 你是對嘉義整合照顧計劃本身 覺得他是應該擴增他的收案範圍 或者擴增他所關心的領域 還是說你想要完全不管這個自己弄得好 這兩個是不同的東西 我告訴你 我們一直想要做一個可行的東西 對 最好是我們全部做一套新的 但是全部做一套新的話 要咒子支持 我們自己不能說我做完以後 跟健保局說 我們不搞這個啦 我們這個單位不做 我們這個單位不做 要不然你就去做原來那個 原來那個他就只有五百個人 他沒有辦法擴大到 變成是幾十萬人在一起 你這個比較像規模經濟嗎 你的特色可能會要五千個人才看得出來 那你在五百個人的時候 你也沒有比別的五百個人好到哪裡 對不對 意思是這樣 五萬二十萬一百萬 那就差很多 那當然就是說 另外一個obvious的就是說 那像台灣大車隊他們也有車隊1 車隊2、車隊3 變成一個虛擬的大車隊 但是就是說你們現在跟這些 那些加一整個照顧的院所的關係 有沒有好到 你可以去 很難整個 變成一個虛擬的大聯盟 OK 那這個確實是值得討論的一個題目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這個技術 就是無償的提供出來 讓他們自願加入呢 可以談嗎 對啊 這也是另外一個方法 那你只是一個交換的技術嘛 是 那說穿了 如果我每個都自願採用 是 不是你去提時間計畫 而是每個有提時間計畫的 都願意用你這個平台 那你自然就變成一個standard嗎 我們可以討論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是有機會的話 要把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一直在聽 因為你是市政府的關係 我發現我們政府常常的一個問題 計畫都很好 落實的情況可以差變很大 然後到最後都是像這樣 好像有 但是不了了是這樣 或者就是只有 就是少數focus的人會拿到 是 我同意啊 我非常感謝你 有這個機會 面對面跟我想做 做全新的 然後這個東西 upgrade上面以後 不是只有我們社會 這個台灣的內部問題 可以進去 我們要解決台灣的經濟問題 我想做 所以我才會今天 花那麼多心血 我去台湯 去跟社科院的談 因為這些東西是 是國家經濟的一部分 那我們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因為我每天長期在這個 醫療領域 不是IT領域 因為我完全不懂 他才有辦法 他是理解 我2015年 2005年 蘇生湯院長 第一次湯院長 就有提出了要做 觀光醫療 做不出來 為什麼 答案就是沒有辦法執行 那我們今天 去台灣社科院 他說 全世界都做這個 所以我們台灣做不出來 然後一塊錢賺十塊的事 什麼叫一塊錢的事 一塊錢的醫療 帶動了十塊錢的經濟 這是新加坡的結果 我們今天國際公司的 我另外一位合夥人 就是那個創辦人 金加坡的創辦人 那原因是什麼 就是我們每次走到 快要開始的時候 就一大堆人怎麼反對 什麼東西 怎麼可以這樣 因為教育監控 兩件事的條例 就是社會主義型 對 很難做啊 因為他今天早上那個王教授 就跟我講 我那時候也是參與啦 我們要做啦 結果一堆人跑到一反對 那我們醫生都搞這麼 國際醫療 讓我們好的醫生都不見了 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台灣的經濟 再過幾年以後 會有一個人口斷來的出現 我們的醫生已經超過了 所以行政院衛生署當初的做法是 想要到新南向政策以後 把我們的錢做國衛基金 國衛基金去投資在那邊 然後把我們醫生外銷 這個案子我也參加 我只問了何喜公司長一件事 啊 越南會同意我們醫生去職業嗎 嗯 他聽完還突然間想到 因為我們的LICENSE 只能在台灣職業 越南醫生LICENSE 只能在越南職業 這是全世界的醫療 所以醫生沒有辦法外想 可是要從內銷開始 把這些醫生的習慣 什麼東西都在網路上弄以後 我們下一個步驟就可以外想 那就是全世界 下一個步驟是可以外銷是遠距 是 然後我們跟那邊的醫生合作 所以關鍵點就是 所有的處置還是對方醫生 但是我們給他一個很好的外線 你們是一個醫生對醫師的諮詢平台 是 那這樣的話 我們最少可以服務到 每個國家的台灣人 或者是講比較難聽一點 是Chinese people 因為在洛杉磯 我們的華僑大概有一百多萬 在上海有一百多萬 那這樣你們現在之所以不能做 因為你們沒有做過台灣 本地的病例資料 這好像也哪裡怪怪的 不是 你剛剛問的問題就是 我們沒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所以我們進展會很慢 那以政府支持的話 我們今天來這邊就是 有機會的話 我們做一個自己的 我們自己的那一套 因為你做出來以後 要給社會大眾看 要給政府看 要給很多人在看 所以如果我可以做的話 我願意把它溝通起來 就是我們去 譬如說我今天有機會 得到引建一下 跟健保署 你有這個計畫 你不是跟署長談過 他們沒有辦法連在一起 因為那個三年前跟現在的情況 已經不一樣了 三年前跟現在 尼摩尼亞發生以後 是不一樣的 肺炎 我們是不是把五百人的博士 變成兩萬人 我做第一個實驗目標 來跟大家做 如果這些加一科系統 他要參加 我們免費讓他用 可以的 就跟剛剛也 那他現在四百個 一個裡面五百人 那這樣就二十萬 我們免費讓他用 這個其實 我們是有商業利益的 我想你也知道 我們願意免費 就讓他用 那這樣的話 政府開始做一個 新的系統做 那我們是願意的 那很好啊 對 當然就是說 因為我還是不確定 你們用的到底是什麼 區塊鏈系統 這可能之後要專門找時間 要要要 因為說區塊鏈系統 就自動有什麼 加密或保障的情況 完全要看你們用哪種技術 這個其實是沒有辦法一概而論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想這裡面大概有兩個嘛 一個是說 如果你們願意說 提供你們這個技術 作為一個類似像資料交換器 等等的這種東西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倒不需要 就是你們自己的診所 去加入那個下一個計畫 因為你們就變成 退後一步嘛 變成像這個Uber只是拍攝的平台 對 Qtaxi 在執行業務 對 你們往後退一步 那這個是一個方向 那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說 你剛剛提到說 如果你現在想要讓嘉義課的朋友們 來感受 說這件事情 先感受 對 是比較好的的話 那其實你一開始也不需要爭得兩萬人 因為理論上 它對於一家嘉義診所 已經會創造價值了嘛 對不對 我們已經有三萬人 對啊 我們自己有三萬人 我理解啊 對啊 你現在只是想要擴充這個base 對對對 對不對 那所以你擴充這個base 你要怎麼說服其他的 單獨嘉義診所 不是說嘉義計畫 已經跟那個計畫沒關係了 那除了你遠距 不能夠 就是做 廚房的行動 因為現在卡到那個計畫 之外 還有什麼別的 你覺得說 需要找到就是 work around 需要能夠繞過的地方 就是你這個系統 現在我剛剛已經聽到說 你廚房給藥 這部分因為你不是那個實驗計畫的成員 所以目前受到一些困難 還有什麼類似的困難嗎 我覺得就是衛服部的態度 對 因為他們 因為我們如果說今天 可以這樣的話 我們願意跟健保署合作做一個案子 他們每 他們這個家庭計畫 醫生計畫 每一個人也是有補助 有一些小小的補助 是 一個人一年大概是五百塊 是 我們就夠了 是 我們 我們 我們可以跟所有的嘉義科醫師來做 而且技術 那好像每個醫師可以收兩百到三百人嗎 沒有清楚的 就是太少了 那所以 跟你不是已經有好幾個醫師了 加一加沒有兩萬人嗎 沒有啦 沒有一百個醫師 對啦 因為兩萬人那個 要每個醫師 要有共同的想法 那我們現在就是 如果 如果衛服部跟健保署 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跟他一起做研究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來做一個 比如說五萬人的 或者三萬人的一個案子 那我們來跟這些醫生談嘛 補助你拿嘛 設備我負擔嘛 可是你的意思其實 這個我這樣聽起來意思就是說 本來一個醫師只能照顧兩三百人 運用你們系統之後 他可以照顧到兩三千人 你就變成是要有這個claim了嘛 對不對 因為你的醫師數並沒有那麼多 而你的收案數也要變多 那你就是表示說 醫師能夠同時處理的個案量 會變成五倍十倍 你才能夠justify這件事啊 對那你們現在有什麼證明說 你的醫師每個都可以看兩千人嗎 欸 我們就是要先做這個研究啊 因為 我如果在這樣上面看的話 對 我每天早上起來 一般一個人一上午起來 你會回幾個line 大概三四個吧 三四個 你早上起來 第一個時間 十分鐘大概就回五六個 是 這就是醫生要做的 是 他可以利用他的空閒時間 去照顧這兩百個病人的一些 這些 這兩千個病人 因為他不是每天會跟你聯絡 他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如果是現在這個方式 他沒有辦法利用剩餘的時間 剩餘的時間 這我理解 不是剩餘的時間 這個我已經聽懂 而且我完全同意 但我現在只是在腦裡模擬說 就是說我如果認識兩三百人 我跟他保持一定程度的信任關係 然後我也可能已經見過他等等 那他遠去跟我聊聊天 反正我有他的病歷 我在腦裡可以重見 我要怎麼說服他說 他其實現在沒有生病 這我都同意 那但是就是我不確定說 你完全靠軟體 就可以做到說 那我可以兩三千人 我都還是保持一樣的品質 或者一樣的這種友善的感覺 那我可以記住兩三千人的狀態 這個我 因為說不定可以 說不定真的可以 那我現在比較沒有這個 因為我們 我們醫護人員 除了醫生以外 還有一群人是非常棒的 叫護理師 所以我們一個醫生帶 四個護士 八個護士 一個護士帶 三到五百個人 就全部結束了 所以你要讓護理師也能夠加入 也要加入 因為還有心理師 像你剛剛提到那些 他們其實都可以參與這個計畫的一步 OKOK 我有點險 然後 尤其是我們的護理師 我覺得他們的語言 一般的病人比較能夠接受 因為他們會講一些比較 你理解嗎 就是比較親民的那種想法 那我們醫生有些時候還沒有辦法 因為醫生要跟病人溝通到很好的程度 像我們這種美國的不多 但是護理人員 你講的就很清楚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病人 護理人員才是我們政府 或是要開發的這一塊最偉大的人力資源 因為他們好棒 是 他們真的很棒 所以具體是希望護理人員也可以告訴我們 對 對 他可以跟他建議說 我們已經跟你討論過 我跟某某醫師其他問題 是沒有問題的 那因為這個東西最造好的問題 全部的問題 就是一個東西叫做Trust 信任感的建立要從零開始 所以你的病例在我這邊 中間有開始 醫生慢慢接 到時候這整個信任度都會全部上去 所以你跟我講說 兩千個醫生病人怎麼看 他的答案就是 因為你要有四個護理師在幫你安排這些事情 好 所以就是說簡單來講 護理人員其實才是 真正的去通訊上面的去 診查或者治療等等的這些人員 但是在醫師的協助之下 對 根據護理師法他是可以的 我同意 這是可以的 事實上現在遠距都可以 就是護理人員在遠距的醫師指導之下 他也可以去做很多處置 對 好啊 那所以我想這部分是蠻清楚的 所以如果你們已經有很明確的 就是 什麼專科護理師 與遠距的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 或者是這些提案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考慮送 就是剛剛講那個通訊醫療的實驗案 那就不走加一了嗎 就走別的個別了嗎 對 我覺得我們自己弄一個 然後我希望說 您也給我們一些advise 因為這個東西要做 要一下子 降不上去 不能還在跟他後面走 李傑琳 如果你們在法令上 就是有一些覺得需要解釋 或者鬆綁的 那是可以找中氣處的沙盒團隊 我們之前也是推薦 那個名醫 就是那個心理師的遠距的診察 去找他們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他們可以在法令上面 知道說 到底要去調整哪些部分 這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送實驗計畫給 就是衛生局的話 其實還是縣市政府在審 那每個縣市政府 他的態度又不完全一樣 就是我們在中央 我們可以說我們制定這個規則 大家來提一下和實驗 但是我也建議說 至少要讓局長 或者這一科的那個承辦 就科長先知道 你們想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您剛剛的意思是 我們還是要跟地方政府 因為最後你的實驗的準博 是在地方的衛生局 我們這邊都是 我們在中央只是制定規則 但是規則執行還是在每個地方的 衛生局 因為地方自己的關係 這個你放心 這是我的任務 我負責溝通的 是 所以我們如果中央的部分 OK的 然後也有這個 我負責去溝通 而且中央的部分 我也希望 能夠真正的 看到我們 健保局的 這一部分 主持的 比如說 那個長官 我先 我能夠跟他報告 然後他能夠再 以健保的觀念來 看這個事情 我倒覺得 你們現在後面講到這些 就是加一 甚至是你沒有生病 的情況 他已經比較接近 就是國健署的範圍 他未必是健保署的範圍 因為 國健署是讓你不用去看醫生 是 那是他們的目的 健保是你已經看了醫生 而且已經花了錢了 對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是不同的職責 對 像東北黑客 從國健署也有提案 他們跟氣象局一起提案 然後去讓這個熱傷害 即將發生的時候 能夠通知他一些 互相關心的群體 然後比方說 就是加入這個 就是類似你們這種會員 他會提醒說 這個很熱很容易中暑 你要攝取足夠的水分或什麼 那這有點像是一個 微氣候 就是他所在這個小區域 他的溫度會急走升高 然後再提醒大家要彼此 就是互相進行等等 我覺得你異語造型夢中的人 對啊 這是preventive 對 因為事實上他的目的 是你不要用健保署 你去跟檢報署討論 好像哪裡怪怪的 怪怪的 我就一直覺得怪怪的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感覺上 比較像國健署的工作 其實你們也可以參考一下 國健署這次 總統本黑客總的提案 國健署也有很多 他們自己想要推的東西 那也許你跟裡面某一組 就是好比像說社群啊 或者富幼啊 或什麼比較契合的話 也許反而跟國健署談才是對的 我覺得你剛剛的建議 對 是我來這邊 我已經 剛剛已經收穫很大了 對對對 我這個已經是 完全超乎我的想念 我剛剛只是在聽懂你們想講 沒有 其實我沒有真正給這些 沒有 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這個應該是在國健署 對 哪個單位我們去跟他接觸會比較好 國健署如果是以他們就是這次 我們黑客總的提案的話 他應該是他們的社區那一組 我們要自己做的話 對 那當然他們也有自己的這個數據分析 相關的那些部分 對 所以我覺得也要看你們想要解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剛剛其實聽到的是有些不同的 一個是嘉義體系 對 一個是就是社區的健康 因為你在社區裡面的這些人都加入嘛 變成一個類似互相關心的什麼會員之類 那個就類似社區健康 那他們還有慢性疾病防治 就跟您剛剛講的那些嘉義 比較想要做的是比較像 就是說我有慢性疾病 但是我沒有要去看醫生 我只要生活方式有所控制 那我就會過得比較好等等 那這種也是需要像護理人員不斷的 或者是衛教的人員去給他們一些指導 所以他們有另外一個慢性疾病防治組 這個可能是關係都比較大的 那其他還有一個監測研究健康教育組 那個是去做一些統計啊 民調啊 市調啊這些 那這個當然就比較關係比較小 除非說你的這個病例資料 要跟他們就是互相當作公衛的那個來使用 那公衛當然就是也是現在大家很關心的 我其實我真正想中的是把這幾 我剛剛可能一開始就說明了 對 可是我再說明一次 其實我是發現有那麼多的資源 對 我以前只發現到健保署的資源 後來我發現到 對 勞動部的資源 剛剛我們有提到 那個 現在有一個國健存況 我覺得我們應該為了這三個國家的資源 是 我來做 把它看能不能連起來 做一個 能夠 讓我們人民得到更好的照護 但是國家能夠 好也許你們也先研究一下 對 然後也許我們再約一個時間 是是是是 尤其因為今天大概沒有時間談到技術上 對對對 好 我覺得這樣非常好 因為我今天已經 非常感謝委員給我時間 然後給我這麼好的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覺得我就是 希望能夠把這些資源都連起來 嗯 然後這樣的話 我們其實大部分的民眾 他得到了好處 對 事實上本來就有這些資源 只是他沒有連在一起 就我完全同意 對對對 就整合一下這個事情 對 那我再跟您的秘書約時間 可以啊可以啊 好不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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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參加國健學部長 跟黑客松的團隊 對 你也可以直接聯絡他們 他們現在就是正在 對就黑客松 正在往這方面工作出來 對對對 你也可以用個人身份 保護參加 好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你保護時間